卓尊峰会长 马国 历龄的首长 贵宾 各位马来西亚校友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好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校长 洪明奇院士 今天是马来西亚校友会 正式申请注册 并召开会员大会 明奇在此仅代表母校 向各位校友 致上无限的谢意 和诚挚的祝福 马来西亚的湖地广阔 校友和母校仍保持长年联系 大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 彼此传承母校 人、圣、勤、粮的传统精神 热心投入社会、公益、事物 以及对母校的支持与认同 展现中国医药大学的暖势力 令人激赏 本校马来西亚的校友 2022年已经近百人 就读科系仍然以医学系及中医学系 还马服务的人数为最多 因为马来西亚政府承认 本校医学系和中医学系的学历 让校友在回到马来西亚以后 可以向马国的医药委员会 以及卫生部传统与辅助医药局 申请转换执照 在当地的职业 由于台湾与马来西亚 今年友好互动密切 学校会持续争取其他科系 如药学、复理、牙医等个案的申请 相信将来有很高几率 可以获得通过这个申请的通过 民企很欣慰地向校友们报告 自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 母校秉持研究型医学大学的 医药专业使命 以及社会责任 在这一段时间 快速组织新冠肺炎抗疫治疗团队 开发了抗药 抗冠的药物陆续发表 丹尼酸、台湾天然物、双榴莲等研究成果 具有抑制病毒的效果 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 母校在蔡长海 董事长睿智领导之下 聘请了全国 甚至于全球最优秀的师资人才 促进效务发展 快速进步 成果封硕 今年 我们在2022年 暖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也就是前原来 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我们是要升到全世界第229名 在台湾是全台第二名 市立大学第一名 这个彰显了我们卓越办学基校 与迈向更卓越优秀的世界一楼大学的雄厚实力 只有不断的创新求变才能更上一层楼 校友是学校最宝贵的资产 相信每位校友都对中一大这块闪亮的招牌 有难以磨灭的深厚情谊 让我们一起为中一大美好的未来尽心尽力 共同携手开创作业的未来 在此 请祝马来西亚校友会会员大会圆满成功 各位校友何家安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